全國投資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旗鼓酸音 昨天晚上的台積電ADR漲多少 漲了快6% 可是今天早上台積電怎麼樣 最高來到哪裡 對不對我們來看一下 我說是測標我已經寫了 台積電開高手低官前震盪 什麼官16200的官 我早就跟大家做說明了 對不對 那另外我們今天 我前幾天講了一檔潛力股 今天要跳起來 其實前幾天已經創新高了 我等一下來跟大家做介紹 另外還有一個金融股的行期要不要結束 我說我介紹金融股已經不是一天兩天了 已經漲多少從二月初到現在 金融股的富邦金是不是漲了20% 另外國泰金是不是漲了一塊17% 它行情結束了嗎 昨天我說 誒獲利回土的賣壓出現 問題是就結束了嗎 電子股接手了嗎 我們等一下來說明 我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潛力股 哪一檔 這檔潛力股 我哪一天跟大家介紹的 來看一下 3月9號 新河 那一天跟大家介紹 我們介紹的點 我不跟你講 我們會員知道 那一天3月9號 我說 因為他怎麼樣 他是不是高毛利 而且毛利成長了43% 他毛利33.36 有沒有看到 而且高獲利低本益比 獲利多少 第四季 就去年全年 5.66 多少錢 是不是56塊不到 對不對 然後他的營收 是不是一路在創新高 即營收是不是一路在衝 有沒有看到 對不對 然後那時候跟大家介紹 那時候最高來573 之後是不是有在創新高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怎麼樣 今天 我錄之前剛好衝上來 57塊8 其他前幾天的最高 就已經來了 588了 看到沒有 今天沒意外 又要再發動 我說一直在強調說 他的成交量 成交量在這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成交量在這 那個那天跟大家講 量先駕行 對不對 成交量又衝上去 回檔車支撐再衝 是不是如此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這一檔 如果說你去看我們 老色Light 我那一天就已經公告在我們的Light裡面 你有去看 你有去掃描我們Light 進去看的朋友 恭喜你賺錢 不錯啊 對不對 我那時候介紹什麼 我說現在是潮流在哪裡 在大家什麼電子主要全子股回檔的時候 潮流跑哪去 我是不是給大家一個思考的方向 這樣是不是介紹嘛 對不對 說大家怎麼突然關注到 美國十年期公債的殖利率呢 對不對 我還跟大家做解釋 那想到殖利率的部分 就變成說會引導一個潮流往哪裡 往這些有可能高配息的 這一群族群去 而所謂的高配息 是必須要有所謂的 高殖利率的族群 對不對 那所以說 那時候不是一直在介紹金融股 從這個禮拜初 事實上我在2月初的時候 是不是就跟大家介紹 金融股的狀況 對不對 那這個禮拜初 我又跟大家講 因為整個潮流剛好引過來 你會不會看到 這個禮拜的金融股是不是大漲 有沒有 對不對 在這邊為止 是不是都還在老師的規劃裡面 那今天早上 一早起來看到台積電 台積電 怎麼漲這麼多啊 我們來看一下 台積電 ADR漲多少 沒有看你不知道 我來看一下 這個 TSMC ADR 知道這個嗎 就是台積電 昨天的行情怎麼樣 漲跌幅 漲5.9299% 快6%喔 是不是很多 是不是很多 對不對 漲這麼多耶 可是台積電怎麼開 他也開高了 開高衝一下然後跌到平盤 有沒有看到 他最高來到618吧 是不是又跌回來 跌回609 發生什麼事啊 發生什麼事 會是因為消息面影響嗎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來看 我們先來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我幾乎每天都有在講 如果你有 如果你沒有印象或你沒有看過 你可以去看一下前面的袋子 我們來看一下台積電的狀況喔 之前我說他跌破649 是不是就出現回檔 我說你可以等等等等 等到前波低點附近再買 對不對 那現在OK 他在這邊是不是做震盪 為什麼會在這裡做震盪 因為這一天爆大量這一天 有沒有 是不是這一天爆大量 爆大量表示什麼 有買有賣 可是他後面是不是跌破 是不是表示賣盤是比較強才會跌破 看到沒有 所以說這邊 以這邊來看 他今天是不是來剛好 漲到 這個預期的反壓區了 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這裡 是不是剛好來 OK 到目前為止 整個規劃 都還在老師之前說明的範圍內 有沒有看到 這個東西不是因為什麼 你說ATR大漲為什麼我們沒有漲 我說你不用問為什麼 因為它表現出來就這樣 很多人喜歡去找原因 我跟你講 原因一定會有 可是在你這個股價反應的當下 先不要問原因 你要先問自己 我要怎麼辦 我到底現在是該買還是該賣 對不對 這比較重要 你問原因幹嘛 問原因你會動作嗎 你是不是還是就在那邊看 看就好 對不對 我說沒有必要這樣 我們真正要賺錢 你真的要做交易 你交易總要有個決策 怎麼決策 你當然要看著現在的狀況來做反應 對不對 該賣的要賣 該賣的要賣 如果說你看喔 你在我們這個支撐 預期的支撐區有買 你可能買在590 你可能買在58幾 對不對 漲到這個價格 你有沒有獲利 OK 以這樣來看 差不多30塊吧 對台積電力來講是5% 如果說你低檔有買 你是不是這5% 你已經賺到手了 對不對 我說你進場的目的是什麼 我記得我之前在講課的時候 我就問 為什麼你們要來上這個投資的課 他說每個人都回答 要賺錢啊 我說要賺錢好 那你要知道 你是要來賺錢的 對不對 那既然是要來賺錢 那你就要做會賺錢的動作 才行啊 很多人是怎樣 股票買了 不漲套老了 套個5%不走 套個10%不走 套20%你會走嗎 不會走啦 然後開始安慰自己 安慰自己什麼 安慰自己說 我要長期投資 可是你的股票是適合長期投資的嘛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 對不對 這中間的原因什麼的 你都已經要先想清楚啊 不要安慰自己沒有用的 大家真金白銀拿進來市場 也希望能夠怎樣 會有多一點的回報嘛 OK 那你既然要有多一點的回報 記得看老師的節目 或掃描來 老師來 來看裡面的資料 你就會可能有很有機會賺大錢 為什麼 你看 我們之前講到的一些基有股在這 這是其中一部分而已啊 公準威剛 對不對 開紅盤之後講的 前面華訊漲一倍 快兩倍了 加幫漲一倍了 有輝也漲了64% 這一些股票 你都可以去看老師之前什麼時候介紹 OK 有評有據嘛 老師的觀念就只有 順勢操作 自然會獲利 對不對 如果你真的想了解 真的想知道老師怎麼做交易 掃描我們來 後面要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歡迎回來我們旗鼓窗營 剛剛講完台積電對不對 開高走低嘛 我說官前政黨這個早就已經規劃 規劃多久了 2月26講到現在 現在都幾號了 3月12號對不對 來看一下 今天 加權指數沒意外 也是跟著開高走低 成交量預估3186 昨天3269 量還縮 我說 我一直說這個成交量不是過關的量 不是衝關的量 我說你除非要到3500億以上才有機會衝關 否則的話就是震盪 區間盤整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開高嘛 因為昨天 台積電ADR漲那麼多 所以他要開高衝一下 可是是不是又打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他現在是回來哪裡 是不是在16204 是不是16200附近 對不對 就開衝一下之後 東又跌回來 最低來到16166 是不是又跌回來了 衝關不容易 一定要配合好 今天台積電的走勢已經告訴你 這個關不好過 沒那麼簡單 那潮流變了嗎 對不對 來我們先來看一下加權指數 他的格局 我說開紅盤那一天 是不是已經跟你說 他沒有跌破沒事 結果他這邊晃晃晃 跌破了 直接告訴你 15600有可能會來 真的來 是不是剛好幾乎 剛好幾乎到了 對不對 然後現在又上來這裡 有那麼容易過嗎 沒有 沒那麼容易過 我直接跟你講了 所以說他這邊會開始做震盪 那震盪的狀況會怎麼樣 我說只要他還沒過之前 他就會在這個範圍內 對不對 16200以下再往下跑一下 震一下看有沒有什麼契機讓他再過 那我最近一直收到的 有的會員朋友 甚至於說掃瞄瞄瞄了進來的朋友 他會問我一些 老師我那個聯電 你幫我看一下好不好 或者那個 鴻海也很多 他問說可不可以報 我說好 因為聯電跟鴻海很多人都有 所以我在這邊節目裡面 直接跟大家介紹一下 說明按照老師的觀念 跟技術來看 這兩檔股票會怎麼走 OK 我們先來看 來鴻海好了 鴻海不錯喔 今天漲兩塊半 119.5 開高震盪 我今天沒有寫幾% 2.14% 來 他的走勢怎麼樣 看一下 鴻海的走勢 多頭回檔區間盤整 眾多格局不變 OK 算很強了 可是你注意看 這邊 成交量最大有沒有看到 成交量最大是這一根 回檔之後 是不是剛好點到 是不是剛好點到 就上去了 有沒有 所以說這邊 鴻海 有敘事待發的一個條件 格局不變 這是鴻海 好我們來看一下聯電好了 聯電昨天不是強談嗎 對不對 可是我直接講 反壓就在這附近 反壓就在這附近 今天怎麼樣 今天衝高到50.1之後回檔 對不對 衝上去又回來 對不對 來聯電 格局怎麼樣 它跌破了季線 而且它跌破主要大量區 有沒有 本來這樣震盪 震盪如果它這裡沒破沒事 結果跌破了 OK 跌破沒關係 它前這個支撐有在 有沒有看到 所以問題是 這裡反而就不好過了 這裡反而就不好過了 這邊的賣壓就出現了 OK 所以這50塊之上的賣壓 就已經出現了 跌破前波低點 中期格局轉弱 OK 我已經直接告訴你結論了 除非它要帶一個更大量的過去 否則的話它就在這邊轉弱 當然它之前受到什麼 因為美國可能開放什麼 技術給 比較低階的技術 給中芯國際 是不是造成一個聯想 說哇那聯電的優勢就不在了 不是嗎 可是我們就事論事就好 它怎麼走我們怎麼看 它現在的反壓就出現了 如果說你有聯電的人 小虧的話 你可能要看要不要少輸為贏 要留意一下 那另外 之前是不是錢 應該說 從禮拜一吧 到昨天吧 是不是都在講金融股 有沒有 老師是不是講金融股 一直講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金融股 已經有接棒的態勢 為什麼這麼說 來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我一開始就拿了金融股 這一張出來對不對 來金融股EPS成長率 你會看到富邦金 國票金 國泰金 是不是都漲了 是不是這一段期間都漲了 我們來看一下 國泰金怎麼樣 國泰金今天 開平震盪而已啊 還好嘛 對不對 昨天創新高了 471 多頭格局明確嘛 對不對 最高 最高 對 我2月3號是不是跟大家介紹 介紹的時候 40.3%漲到471% 漲了多少 16.8% 好不好 16.8% 一個國泰金耶 你做國泰金都可以賺16.8% 對不對 我是不是一直在介紹 對不對 這兩天是不是一直漲 有沒有 有沒有 是不是一直漲 每天漲 那富邦金呢 富邦金也是一樣啊 不過要今天休息了 來看看 富邦金的走勢來 今天開高震盪 走低 今天怎麼樣 沒過高嘛 是不是沒過高 我看一下 你看 今天沒過高 今天在這晃 為什麼 因為資金 獲利回頭短線漲多少 漲20% 19.7%很多耶 如果是你 你會不會賣 對不對 而且 就粗量 休息一下 再過 OK 休息一下再過 多頭格局明確 對不對 476 漲到57 老師連介紹金融股動能賺錢 對不對 我們什麼時候介紹 來看一下 我們是不是從2月3號就介紹了 2月3號 你一看那天的VCR 然後3月3號又拿出來講一次 有沒有 3月8號一直漲 那時候47嘛 是不是一直漲 是不是漲到這 對不對 漲到57 OK OK 到目前為止 格局還沒有轉變 台積電還在反壓下 目前今天介紹的潛力股 哪一台 星河嘛 對不對 星河 你就要留意說 第一個 基本面如何 我說它是做樞紐零件 底電相關 去年5.66 現在幾塊錢 現在是不是只有56塊左右 57了 今天漲 好 然後營收也年增243% 毛利率33.36 這麼好的公司 這麼會賺錢的公司 你是不是應該要留意一下 如果說你想要知道這些老師在節目裡 或者是我沒有拿上節目 來介紹這些潛力股 掃描我們Light 我打電話來問 老師的資料就在Light裡面啊 你想看 掃描以後你就可以進去看啊 有任何問題 持股上的問題 交易上的問題 都可以掃描我們Light 來跟老師請教 切磋一下 對不對 搞不好你也有你的觀點 不一定啊 不認同老師的 OK 可以 就打電話來 或掃描我們Light 老師都會 在線上服務你 今天 就到這為止 我們 今天講的紅海 你可以多留意 還有我們這個潛力股 你看什麼時候可以再介入 想要知道的話 Sammarite來問我 我會跟你講 今天節目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